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CPAC一年一度的教育日在星期天举行了 除了有关加拿大教育制度的各类主题演讲跟分场讨论之外呢 也有获得CPAC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分享他们自己的学习经验 今年CPAC教育日在施加堡市政中心举行 大会特别邀请华裔著名演员刘思慕通过微信现场连线 分享第二代移民成长学习还有跟父母沟通的问题 并且呢所有的问答呢都是现场回答观众的提问 他的Kilo Speaker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一样 希望孩子们都学理工啊学做医生或者是做律师或者是做content 然后这个小孩他先开始做content然后后来他转去做演员 有这么一个职业上的变化我挺感兴趣的 分场讨论呢则是帮助学生跟家长了解加拿大教育的方方面面 一个是关于如何选择这个是英文学校还是法文学校 还是STEM的program还是GIF program还是TOPs program各种各样的选择 另一个呢是有专门针对中学生和这个大学生来选择 怎么选课怎么选学校的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将来职业的选择 你是想做律师做医生做会计师做各种各样的行业 我们有四五个不同行业的知识人士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 来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进这个职业要做哪些准备 八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货班今年度CPAC奖学金 总价值是一万四千加币 他们还分享了个人学习的秘籍跟心得 CPAC教育日活动呢是大多多地区华裔社区规模最大的同类活动之一 今年就吸引了400多位学生还有家长参加